随心,师傅拉球容易漏球,是不会赢钱还是反应不够? 会漏球啊,赢钱是一方面 你说反应不够呢,也是叫什么呢? 也是叫你提前意识不够 赢钱也好,反应不够也好,都叫你提前意识不够 预判太慢,你拉完也漏啊 你这个球拉完了,还原慢了,对吧? 要么这个球就漏了,对吧? 漏了,再一个呢,记球的时候 身体擦位置,你总是去拉球的下降后期 这个球总是往下掉了,你才去拉,很容易漏 那你可以往前提前一点 你可能脚跟不上,那你先练定点 我拉的时候离球台近一点去拉,拉下旋 我离球台近一点去拉,我不要推那么远 我把记球点提前一点 我可能,我以前拉可能去找球的下降前期 你找球的下降前期 其实你拉的都是球的下降后期 那我现在要改,怎么办? 我就去拉球的高点期,去找高点期拉 那实际上你找高点期拉,结果呢 你拉的可能是下降前期 对吧?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纠正 你逐渐的可以把动作,把这个记球点赶回来 往前停,然后每一半球拉完了以后 不要说,拉完就定着了 或者拉完有时候重心要往后了 拉完重心蹬到前面来后,赶紧还原 你不要拉完就等了,不动 有可能,拉完,照相 拉完,回来,准备下一半 连续起来,快一点 加快这个百数